2023 M&A AIFF 以 AIFF AIFF 获得了年度最佳专辑奖 AIFF 也带来超精彩的名曲串商舞台 成员安于珍的主持也获得好评 然而粉丝们在一段泛派中发现 于珍在主持环节结束回到VIP座位时 有工作人员请忙内李锐换座位到后排 好让于珍可以坐在最前面 引发Dive质疑M&A差别带于 AIFF成员 但部分粉丝观察到换位子 是为了让李永之在演唱fighting时 来到VIP席可以直接与余真互动 两人的尬五火花也成为收视高潮 如果没有先换座位 永之过来的时候可能很难与余真互动 所以M&A的用心良苦并非针对 AIFF成员的差别带预 也希望网友不要放大解释过度解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